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跳走 这边不是套山脏 那个 水平物 难得我们大家欢喜来句句 所以我们要先恭喜一个人 谁 谁 大家叫老板娘 谁有了 欢迎苏珊姐 老板娘 谢谢 老板娘 谢谢 谢谢大姐 那今天的老板娘在这边 我要发掘一下老板娘 老板娘 真会做人 什么来的 还要锁起来 里面有多珍贵 宝贝 还要锁起来 真的 什么来的 四位观众 什么 眼睛睁亮 叮叮 欢迎 这个 叫什么名字 它叫什么 雪花糕 花糕 这是我那个年代的 天忆大哥你用过这个 果然是前辈 我没有用过 我知道那个年代女孩子用这种 它的盖就不大习惯了 这个盖是好像塑胶的 以前的很美的 真的是铝制的 对 然后它还有一点点浮雕的 你懂吗 3D的 它真的有一点那些好像浮雕的东西 好 给你 这东西有人会用吗 有人有印象吗 成长的 这个不就是每次我们看古装戏 妈姐要梳起 或者是女儿要出嫁 妈妈帮她梳头的时候会用的 对不对 好复古 它很好玩 它可以这样拿 也可以这样 不错 天哪 这就是要送给有年代的人 这不是 恭喜你 恭喜 好 好 我以前用过 我真的是用过了 好 亲爱的大哥 你家里有几个小孩 三个 那有一天如果他们真的全部都结婚了 有自己的家庭了 那有没有想过可能空间不需要那么多了 可以换小一点的来套件 我早就想过要套件了 对不对 早就想过要套件 这是屋器回购计划 你可以卖回部分的屋器 然后你还有你的太太呢 可以继续住在你们现在的房子里头 政府会给你一笔现金 价值的最高可以去到三万 这个就是那个花红的部分 对不对 是 那除了这个花红之外呢 那他们套件的其他的现金 可以全部拿出来 等一下 有两个步骤 第一个 你要先套件你的 第二个步骤呢 第二个步骤呢 你就是要参加CPF Live 剩下的钱就可以当现金用了 什么是CPF Live CPF Live就是从你65岁开始 就可以拿到一笔终身入息 好像生活费一样 每个月都可以收到的 那你可以拿到多少 就要看你的套件里面有多少钱了 多少钱 对 有很多不同的计划的 你可以选 这个我有听过 是 在这个COVID期间呢 我们有些朋友 他们就是因为可能薪金被减 对不对 然后就是因为他们有父母亲呢 就是有加入了这个 屋器的这个回购计划 现在每个月有这个入息 所以他们就觉得比较放心 因为他们薪金少了 能够给父母亲的零用钱也少了 对 所以有这样子的入息呢 他们就觉得说至少父母亲 已经有钱可以花费 其实不无小补的 真的 应该鼓励长辈去 卖掉部分的这个武器 然后可以把这些多余的钱 去投放在他们的这个 退休的户口里面 是 真的 我觉得老人家 都要为自己做准备 一方面就是照顾自己 也是帮孩子省事 因为现在的孩子 其实要养活自己都已经很辛苦了 对 所以我们真的要 好好的计划这个 对 是 是不是有年龄限制 当然有至少65岁 所以我们这边合格的只有一位 登登 好羡慕 大哥 好羡慕 大哥 你太好羡慕了 大哥 超过那个合格的资格 现在我68岁了 看得出来 年轻的都应该参加了 但是我们这些老人家有点担心 是 可是当你要卖的时候 建物局会不会照市价跟你买回来呢 你放心 很公平 照着市场价市场价 是吗 那就很好 这个计划真的是很好 让我们有钱花 又可以住在原来的地方 对 所以很多老人家只是担心以后 对 现在很舒服 担心以后 是 担心是这一部分 不是 真的 前一大哥 原来走了 还可以回来的 是 你是哪一位 哈啰 猜猜是谁 猜猜是谁 是吗 猜猜是谁 我知道 我知道 妈姐 你现在迷路的状态吗 对 不是 我急着要去寄钱回老家 我是经过看到这里好热闹 就来问你们一个问题好了 来 问 听好了 我的问题是 如果你参加了屋气回购计划 你可以获得现金花红最高 可到达多少钱 我不知道 我知道 请将达美女优先 我们让 阿菁阿菁 来 三万块 答对了 对 我带了零食来 请大家吃 好 来 分一分 这个 这个的名称叫做 猪耳朵 大家都有吃 很好吃的 要有这个 谢谢 好 我跟你说个秘密 我不要听 我跟你说个秘密 好 我也不想听 好 我跟你说个秘密 好 我跟你说个秘密 我的秘密就是 我拿到了这三万块的信机后 我就是那个屋主 所以我很有钱 我要快点回老家寄钱 好 我老家在哪里 好 很好吃 我吃得很好 我有小时候的情依结 真的吗 小时候很喜欢吃这个 你们小时候也是吃这个 我不想吃这个 蛮甜的 我们也有吃过 你们小时候吃这个 我小时候吃这个 对 这个到现在都有 没有 小英姐 我不是问你 我是问她 我小时候吃这个 你小时候肯定是吃这个 对 接下来还有很多很想知道的讯息 真的 对 你错过你会后悔 真的吗 那我们也要习个共听一下 对 因为我们有一个 就是让退休的长者 可以增加他退休后的收入的计划 对 叫做勒林安居花红 就是说你们把原本住的 比较大的屋子 换成比较小的屋子 那这个小的屋子 就是三房室 或者是三房室以下的 都可以换购 不管是新的房子 或者是计划的都可以 因为其实这个我有研究 我们今年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我们家没有在请帮妞 之后我就发现家里真的很大 很难打扫 然后我又在跟我老公在想说 以后小孩如果长大了 我年纪一大把 我还要打扫这么大的房子 我一定要换比较小的房子 让我清楚地舒服 其实我觉得我只要一个房间 我就够了 我跟你说 你换去一个比较小的房子 它也会感觉到比较窝心 比较温暖 你会觉得一个这么弱大的房子 空空的 好没有人气 真的 等一下有一点我不明白 就是说我那个大屋换小屋 这个赚来的钱是可以一次过拿清吗 还是 第一个步骤 你要先去提升 你的职业币 第二个步骤 你要加入 就是加入职业币 剩下的钱就好像现金这样子 你可以拿出来用 就是跟刚刚的那一个 屋气回购计划一样 对 跟你也是一样 但是这个三万块的花猴 你可以一次过拿的 是的 为了要鼓励大家大屋换小屋 这是额外的 是 这个有保障 对 对 那很好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好楼 帮跟大家分享 叫做热灵液计划的 政府会津贴高达95% 有符合条件的热灵人士 你们的家里可以安装各种清热灵装置 我知道 我听过 就是那种洗手间的扶把 还有门口的那一层鞋把 对 还有门口的那些 有各种设施 但是热灵人士一定要是65岁以上 对 或者他是60岁到64岁之间 但是他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 没有办法自己 不要让他没有办法自己吃饭 或者自己行走 需要人家照顾 那屋主一定要是新加坡公民才可以 当然 你现在讲出的这个热灵液计划 对于很多人来说 他们都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津贴 对 家里面有一些65岁以上的热灵的这些朋友 可以考虑申请 是 我相信我们周围很多的长辈 对 或者是我们年老的邻居 空巢老人 这些我们也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 是 让他们受贵 对 因为有些人不知道 重点是 总有一天我们大家也会老去 对不对 胃与重逢 是不是 是 我看到你们这边有个欢喜大餐室 没有请我们吃饭 对 欢喜大餐室 你敢不敢吃 主厨是谁 《阳光可乐》 还是不要好 但是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歌舞厅 真的 你们想不想看秀 好强 跟我来 来吧 可是斌哥等一下 因为我要去的 我跟斌哥要满问美女的好不好 不好意思 我先走了 快 快来快来 去去去 又成熟了